欢迎大家收看今集好热气的《诸罗纪世界》第三集 统治八权 即将上映 最新一集我看到他们特意录制原早的切三角 包括森尼尔 都70多岁 其次年纪大的就是Jeff Goulburn 之前大家看《雷神》都知道她做高天专的角色 都挺抢风 最后就是Laura Derne 当年原早来说是年轻的一个演员 到这部电影 差不多接近60岁 但好像也有不少的动作元素会出现 好奇新一集会有什么玩弹 不要紧因为现在年龄是一个数字 今天我会和大家重温一下原早第一集 《诸罗纪》公远 当是热身吧 当是热身 现在立刻表演看看表演如何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只4K港版的《诸罗纪公园1》 看看《诸罗纪》有什么选择 看看语言方面 稍后我们会选择英文的《DTS-X》 说回DTS和《诸罗纪公园》是很有渊源的 因为想当年 DTS之所以要诞生 就是因为小白布想找一种全新的音后格式 和这部电影一起推出 变成说DTS是从此诞生的 所以我们当下任何一套《诸罗纪公园》的系列 当它出电影时也会用一个设计 我们今天也是用这条英文的《DTS-X》 因为它是港版的关系 那就变成了它 一定会有一条 广东话的《诸罗纪公园》 其次还有一条繁迹中文 如果作为香港观众来说 当然是选择英语 除了DTS之外 它的CG效果都是创新的 没错 上当年是1993年 如果没有记录到影片上玩的时候 其实这部影片有很多经典场面 但如果大家最深刻 那应该是暴龙第一次出来吃人的一段 我现在试试到第11节看看 听到一些鸣响 还有语点的声音 有时候我都不肯定是脚步还是鸣 因为它做得很像 没错 刀就是玩这种 没错 还有其次是它停电时也是这样的声音 所以你分不到哪一样打哪一样 在这里就告诉你 真的应该是脚步的声音 想说这个水杯其实有一个彩蛋 话说它们拍摄的时候 它们不是真的撞地 而是找那些好像是吉他员 试试在水旁弹 它弹到一个frequency刚刚跟水震动到 共鸣到 去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当然现在是电脑CGE效果的年代 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应该是一个笑点 听到雨水声打下车的时候 都哒哒哒哒哒的声 以二十多年的3X来说 它当年的录音也算不出 接近三十年 对 三十年 又是这样的情怀系列 哇 你真的听到刚才那一支浮动的东西 那只羊 起码是这个位置 不是很浮动 接着就弄一些雷声给你 对 没错 它真的有一个高度在这里 是的 哇 哇 过瘾 你想想三十年前 那是多生动 对 这个应该不是CGE 这个是机器 当年其实它加入了一间公司 一个创办人叫Stan Winston Winston的工作室 就是去制造机械式的装置 其实同一间公司 它是否做了未来战事和異形 都是他们教的 所以当年是全实际的 真是一件事 当年有个笑话说 其实那只暴龙 因为它是整只暴龙这样搭出来 所以说加上雨催 它整片有几百磅 它们差不多移动的时候 骨头就说要散 所以他们拍的时候也很辛苦 很严峻 哇 出现了 那部其实看得出应该是CGE 那部应该是CGE 就是Animation 但是那个年代来说也很厉害 那年代来说 你也看回 对 对 还要是4K 还要是4K 我史不宝很聪明 用夜镜 可以借个零 借到很多丑 再加上雨点 没错 而且现在其实因为DKSX底下 其实声音是比Animation 是狼头很多 因为其实是非常适量 对 空狠很多 刚刚一个系列 所以史不宝是很聪明的 现在比大白鲨更进一步 是 说了其实这部片 因为是2018年的Master Ring 因为其实当年出4K版 感觉上这些东西粗身很多 如果你说是近期 其实早前出版的大白鲨 因为那个AI Master Ring的技术更加强 然后感觉上会滑溜一点 恐龙的皮肤也挺漂亮 好的 其实恐龙的皮肤 是电影自己想起来 因为我们永远会找到 恐龙的靶石 我们不太需要的皮肤是怎样的 史不宝就尝试 把结合给牛皮 或者河马皮 鹅鱼皮 鹅鱼皮 那种类型 去做一个质量 但是真的 上下不知会否投诉 我留意到第一集 《猪楼梯公园》 其实本来的电影类型 有些是经历片 再加上这些无链片 和之后的这集就有点不一样 有个顶部也有一个 但不是很仔细的 是有一个氛围 史不宝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加入了小孩 是 没错 是的 我觉得它有点取材 像1982年 当时《猪楼梯公园》 《猪楼梯公园》 这一套极致 又是加了瘦 它变成了CAMERITY 就好一点 很凶狠 看回现在当方式是4KHDR 没有导致规则 变成了 结果对比不太厉害 这些东西比较暖一点 这些东西比较暖一点 但是你看到那条火光 其实都可以 是这样的 但是画面的滑纽程度 不够近这几年 MASA是这么正的 这个立体感不太逼真 对 没错 这些东西不太轻松 但是清楚 它可以用整个画幅 小孩不太理解 其实用这种画幅有原因 它希望暴龙可以用整个 整个高度的镜头 这样就会变成了黑面 吸血鬼会计师 最后就被吞小了 我经常觉得这有点政治意味 即是说说 这些会计师经常限着他的计划 让他吃掉它 小不高我说的一个逆位 真是经典 听起来有一条路 最主要是要展示它那些很巨型 但其实细节就不会特别多 因为始终当年他们可以读到 或者是MASTER 或者不能做到的效果 就不会太不够现在复杂 比较粗身 但气氛还可以 另外其实第17节 厨房那节 也是整套片 其中一个重点的环节 非常经历的 没错 在我的厨房里面困收兜 没错 其实我觉得那些是借鉴了 希治国的感觉 即是那种源而经论 再加一点吊你忍的那种 通常你觉得它真是 虚虚如生 是有水气 是这些鼻气 想说一会 他们会看到镜头拍着他的脚 其实当年人们 是用手指穿着套 自己就硬了 很搞笑 好像很重 刚才用脚踩入泥铃 逼出泥铃 有个感觉就好像 是很逼真 我觉得阿斯不宝罗吉 其实这套东西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很懂得 折射那只怪兽的特性 是 所以说你没有见过 一只活生生恐龙 但是看完这套片之后 你会是全地球的人 你都觉得恐龙就是这样 他比这个大白鲨更加成功的 就是因为大白鲨 你看不到整只大白鲨 没错 而今次你是因为有CG的突破 它就看到整只恐龙 由头到尾 它很生动 你看到其实刚才两只速龙 其实感觉上它其实 Fu HD都不到 大概是720P 但是它好想刚刚的长径是这么暗 变成了就不会太跪下 那出奇的一样 我猜不到它的Motion 就是它的连贯性 当年来说真的做得很足 应该可能有60格 或者更多 这是人扮的 这是人扮的脚 然后是人扮的头 这个手就是CG 我真的不知道 分不到有时候 很难分 脚就真的容易扮的 因为没那么幼稀 没那么幼稀 没错 我听到一只好像在后面 在这里来 哇 很害怕 因为当年它的连贯性是5.1 但现在你把它混合到一个 DTS-X的Multi-Channel效果 其实真的挺好的 这个感觉上镜头真的 那些东西都在上面 我觉得其实CSpivor都参考了80年代的 一些扣片的元素 哇 又爆出来 真的 那些玻璃都在那里飞出来 真的疏僻 真的疏僻 那个年代还挺喜欢排这些通风槽 Dyathard又排 二型又排 是啊 是啊 说到深铝尔 当年拍完这一部影片之后 因为很多时候演员 杀了科洞后 会拿一件 Crop's的妥仪 几年 他就拿了这双鞋子 他就说穿着现在还在穿着 而且還要穿上新的一套 真是Icon 之前的海洋公園也有這些恐龍 也會嚇到人 嚇到鬼 好 當然是老闆出現 最後也是利用敵人最厲害的那隻 是對付敵人 因為末期日 新的那集《諸樂器世界》 結尾都是類似用這個手法 可以更加大 更加牙齋多的動物去攻擊 以龍至龍 沒錯 因為人基本上是 很難和人打 和人很想見到殺生 好 跟大家已經重溫了第一集的《諸樂器》 我們要一起做完結 Steve 我們剛才看了《諸樂器公園》 其實我覺得Steve 你覺得這個《諸樂器》的系列 你有甚麼評論 其實始終都是元祖 第一集都是很驚喜 二來最主要是劇本 因為劇情亦都是比較緊臭些 再加上一向都是有些小孩元素 令到化學作用起到出來 至於新的《諸樂器》世界 我覺得劇情比較平凡些 可能是豬肉在前 但是它有很多效果 但是它的效果和劇情 不是那麼配合 變成你看起來 沒有那麼過癮 緊張刺激來說 都是元祖的第一集最好 沒錯 剛才我們也看過4K版 我發現其實這麼多集之中 反而元祖出4K版是驚喜 對呀 仍然都很驚 沒錯 而且音效方面 好像《諸樂器》方面 當年他用《諸樂器》 去研發了一條叫DTS出來的音櫃 但是現在將它在《諸樂器》 成為DTS-X 在暴龍在你後面走 或者是那些效果 特別是雨水的聲音 其實反而感到實在很多 但是相反好像新的那幾個集數 畫面是很大堆頭的 但是聲效方面 好像沒有很好銜接到 畫面那種震撼 變成了有少少是 美中不足整件事 對呀 好像你剛才所說 因為它太豐富 又好像《諸樂器》那些招數 沒錯 雖然是目不下級 但是就會分散了你的精神 反而好像第一集完組 在某一個焦點 然後慢慢把你的心情拿出來 驚嚇你一下 沒錯 我覺得這樣反而有效果更好 接下來的《諸樂器》也很細 第3集也會上 我看完之後 就會馬上和龍無忌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感受 今天的點評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準備按鐘 即是更新更新的 下一集好戲見 拜拜 字幕提供